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珠仔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的頻道 有錶迷好笑問我 你說G-Shot 為何這麼快買完 昨晚出片 你不是說很多錶迷去旅行嗎 老實說 去旅行還有支持者 因為珠仔很慘 孤軍作戰拍片沒有人看 都有人看 今早也有十個八個錶迷上來 我公司拿錶 其實都OK的 這隻舊裝精工五仔 是一隻五仔的Sport 其實五仔盾牌 在市面上已經越來越少 再加上 它是有大錶徑 用上了4R35 機芯更加少 4R35機芯 跟原來五仔盾牌 用上的7S機芯 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有手上發條 這隻手錶也是用上了 4R35機芯 所以有停秒功能 有手上發條 全自動機芯是機芯 這隻手錶是潛水款的手錶 就不是潛水錶 所以它擁有一個單向式的潛水錶圈 而我最喜歡的手錶 就不單單是它的大錶徑 跟它有手上發條的4R35機芯 最主要我就是喜歡 鑒金色彈的色彈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人的年紀大了 終於有少少金色點綴 在手錶上 你看到錶殼的位置 圓邊的位置 都做了九雅坑的粒特打磨 都是做了金色的點綴 錶官都是做了金色的 而錶殼位置 錶腳位置做了銀色的拉絲花紋 延伸到側邊部分 做了拋光都是做了銀色的 左右兩旁 你見到它預留了錶孔 給你方便更換錶帶 我拉近了鏡頭給大家看 預留了錶孔 給你方便更換錶帶 挺帥的 整隻錶的打磨拉絲造工 都是不錯的 以一隻舊裝精工 武仔盾牌來說 你見到我拉近了鏡頭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Logo 都是做了特紙指釘 還有武仔盾牌 做了特紙指釘 日力槍擺在三點位置 都是做了黑狀金色的配搭 一個Sport的款式 錶帶方面 都是做了一條實心的不鏽鋼錶帶 做了拉絲花紋 隔了拋光 三行拉絲隔了兩行光 做了實心的厚身的錶帶 另外做了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都有三顆眉條位 值得讚 有三顆眉條位 而且錶也有些手感 待會綁一綁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超過150克 一個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錶底方面 橋位做了一個螺旋鎖 錶底方面 做了一個螺旋鎖底蓋 4R35的機芯 最重要的三個字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 也有一個礦池Logo 寫著一個WATUP 10個BAR Stainless Steel 23石 有一個駝的透視底蓋 老實說 沒有做太多的打磨 始終是平價的精工 入門級的精工 但最重要的是 它是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 轉下去手感很好 單向式的潛水錶圈 轉下去 120克的手感非常好 不知關不關日本製造 它很順滑 帶得來 又不會很鬆 那個轉盤 踢起了標關 又有停秒功能 我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那個手感也好 很緊緻 教到6點多鐘 這個位置 半格我們教那個日力槍 很輕微的 一格格調 好了 教完之後 按進去一個拉推管 另外呢 我們看看那個夜光 夜光方面也不差 一隻舊裝的五仔盾牌 時分針加上黑度 上面的點點都有夜光 雖然它不是一隻潛水錶 但它也做了100米防水 洗手 甚至乎游泳 都沒有問題 好了 來到正面看看 那個黑色的錶盤 很帥 其實它有一點暗的放射性紋的錶盤 是一個暗的放射性紋的錶盤 挺漂亮的 然後再加上了夜光 簡約的設計 豬仔其實之前也有介紹過 這個系列的其他顏色 我最喜歡兩隻顏色 一就是這隻黑狀金 二就是玫瑰金色 啡面玫瑰金色 膠帶 這個就是不鏽鋼帶 整個錶的總重量 應該是165克 我大概上網找過資料搜尋 165.7克 跟它的規格也很相似 而這隻錶的直徑方面 是43.5mm的官網 我量度出來是43.3mm的錶景 厚度方面是12.6mm的厚度 掉到49mm的 試試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隻舊裝精工五仔 豬仔很喜歡的一隻手錶 私人珍藏系列 多少錢呢 這隻手錶就是 豬仔推介 外面就已經很少有這隻 舊裝五仔 大直徑的 還有它脫位不算很降 49mm 如果你都喜歡大錶徑的 又喜歡舊裝五仔的自動機械 還有手上鏈的 這隻就適合你了 但私人珍藏系列只有一隻 我記得昨天有個馬來西亞的錶迷 就說我整天問你都沒有 他就隔了幾個小時 甚至隔了幾天才問我的私人珍藏系列 很多時候都會被喜歡的錶迷帶走了 不知道哪裏有緣分會看到我這條影片 因為應該很多人外遊了 去了旅行玩 希望你看到我這條私人珍藏的推介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就是珠仔 珠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未訂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珠仔推介多少錢呢 1988元 1988元 MIJ的日本製造 如果不是J版 如果是J版 如果是J版的銀色通 就應該1800元左右 但因為它是間金色通 它本身定價都是貴一些 高一些的 珠仔推介1988元 只有一個 有緣分的你 心動的 立即行動 盡快找我 好嗎?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珠仔 祝大家節假快樂 我們下集見 拜拜